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顿房屏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套房子是一套商住两用的房子 这套房子是位于休顿市中心一个非常繁忙的高速公路旁边的 待会儿所有的具体信息也都会写在下面 这是我第一次介绍这种商住两用的房子 这套房子虽然在高速公路旁边噪音有点嘈杂 包括现在您听到的环境音就是这个高速公路的声音 但是因为它是商住两用,所以这又是它的优点 这个房子在高速公路的那一面可以开一个新的门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下了高速就能抵达这套房子 待会儿我的视频当中都会体现 那我们来拍的这个房子呢 这个房灵稍微旧一点,具体的信息会写在下面 它另外一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一个小区 那这个小区好多的房子都是新房子 最便宜的价位也要在个五十万左右的区间 那最最便宜的非常非常小的那种也要在三十六七万至三十九万左右的价位区间 所以这么来看的话这套二手房就比较超值了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你买这个房子要做什么 如果你有这个商用的需求那这套房子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选择 因为所有的商用的这种或者是办公室的这种这种broft 它的价格都不可能在三十几万左右的这种价格区间 现在先让我看一下这个房子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想继续问其他房产的话 欢迎加我微信关注我微博联系我 好了现在先让我们看房子吧 这就是今天我们来看的这套房子了 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车库门 然后呢我们从这边进去 一进门 右手边就是这样的一个方位 这个地方是做早餐厅 然后再往里走 这是通往外面的一个门 这是它的厨房 好 刚才说过这个房子是商住两用的 待会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房子商用的房子 比如 这个位置呢是个高条的 这个门也是通向后院的 如果你商用的话 这个门就成了正门了 然后外面的这个栅栏就会被打开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什么意思 看 我现在出来了 这就是它的后院 但是如果您商用的话 那这可能就变成了这个房子的前门 整个这片栏杆都可以拆掉 拆掉之后 外面就直接就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下路口 你们看到 从这边其实还是能看到高速公路的 具体看高速公路 我从二楼给您看 那把这拆掉之后 把这个地打上水泥 全都打平 坐上一个车位 然后呢 再从这个门就可以进入这个房子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高条的条厅 可以坐成一个前台的位置 然后右手边就是主要的会客厅或者是办公室 然后再往里走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门 这个门也是可以通向外面 所以这个门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办公室的入口 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办公室了 这就是它一楼的构造 现在我们上二楼看一下 它在高速公路旁边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因素 但它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因素 因为这个是可以上住两楼 那一上来就是这种 左手边就是这样一个空间 就往这边走 其实它是一个卧室 然后这个卧室 开着这个窗台可以出去 那我们就出去看一下 我所说的这个高速公路 这就是这个房子所爱的高速公路 所以说 把这边的栅栏都打开 这个房子就是一个沿街房 正好是路旁边的沿街房 好了 现在我们进去看一下 进了这个房间 我们往里走 这是它的一个洗手间 淋浴间 另外一个洗手间 我们再出来就冲向了刚才我们上来的楼梯 然后往前走一下 这是洗衣房 是另外一个卧室 我可以做办公室 再往里走 是一个很不规则的一个房间 这边可以做一个小和客厅 然后再往里走就像是主窝了 主窝还是很大的 这是主窝的另外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 它有一个阳台 这边有一个阳台 好 就是这样的高速公路 车流量很大 很足 然后这边是高速公路下口 就这开车慢的这一块 之后下面就是这个院子 完全可以打开 把它变成一个沿街的办公室 好了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条房子 这套房子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 这套房子里面的小区里面都是开发商新建的新房子 所以里面的这些住宅的价位是非常贵的 待会我们看一下小区内部的环境 你就知道这个外围的这套房子 可以做用于商业和住宅 然后里面的小区里面的这些被开发商翻建的新房子 就是主要用于住宅 它的价位比较高 好了这边我们再看一下主卧的洗手间 这是它马桶的位置 进来就是主卧的洗手间 淋浴间 浴缸 然后它的洗手台 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套房子 这套房子是位于市中心的一套商住两用的一套condo 而这套房子的售价只有三十几万美金 这个同样在这个小区里面新建的这些房子 都是售价比较高的 所以相对来讲这套房子的价值和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那会儿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小区的社区环境 这就是整个小区这种新的新建的房子 你看这边这些套都在卖 这些房子都比较小 假的 这些房子都比较小 能够新的 刚才我们看到这种具体 然后这边这些也都是新的 也都在卖 像这种 以前这个地方就是这种破房子 现在都被开发商推倒重新建了 所以呢 现在都建成了像旁边这种好的这种condo 所以这些房子都有在售 价格就比较高一些 然后中间这块地方就是一个让居民活动的空地 因为这是市中心的位置 所以不像Sunggo Family小区社区环境那么好 比如再往前走 像这些也是比较新的 这种condo 在旁边 这些也是都是年岁比较新的condo 所以这种的价格可能就会高一些 这就是它这个周边的环境和社区 就这种感觉的 好了今天看的这个房子就是这样了 然后如果你在这个房子当中 在看市中心的话 你就马上一眼就能看得到市中心 看一下啊 在我那边看就是中心 在我那边看就是中心 然后呢 我们转过来再看一下这边 就是原始居民 这就是原始居民 就是没有被拆盖之前的 就是这样子 这些都是等待开发商收它的地 然后就会建立新的condo 你看它对面 这些 就是开发商把这些 拓房子买下来之后建的新的condo 就是这种 好了这就是周边的环境 如果你对修斯顿低层的感兴趣 欢迎叫我微信 关注微信 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今天看的第二套呢 就是一套位于市中心的小apartment 因为市中心的这个 整个市中心的区域 也是对区域的要求非常高的 有的市中心的很多好的地方的apartment 它的价格都很贵 五十几万 六十几万 一百万美金 什么样的都有 那这一套呢 是位于修斯顿市中心 Uptown的这个地方 比较近的一个apartment 这个房子的位置 离修斯顿最大的商场 Galaria 只有1.6个mile 所以说这个地方很好租 然后又很繁华 出门交通各方面都很方便 它的售价又非常低 只有七万美金 它是一个卧室一个卸手间 这种比较适合在市中心附近 上班的一些上班族 小夫妻俩或者单身的这种 回报率还是很可观的 它的预计租金就在一千美金 而且这个房子的物业费是包水包电的 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投资 现在先让我们看一下这个apartment 什么样子 如果你对这种小的 就是这种便宜的小投资房感兴趣的话 欢迎叫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好了我们现在就看这个房子吧 这是一个带大门的一个apartment I'm Gigi, nice to meet you 小区带大门整一个一个感觉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租客有下来给我们开门 如果你买下来的话也是以投资为主 我自住的还很方便 因为这个地方在市中心up town的旁边 然后小区里的状况整体的感觉就是这样 很整洁 虽然房子很便宜 但是它的状况还有它整个区域的感觉都是很不错的 还有巡逻井会在这个apartment附近一直保持巡逻的状态 对于这样价位的一个小apartment来讲 这是一个管理非常好的一个apartment 然后这是小区的泳池 就在这个房子的楼下 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就这样楼上 是这样的 OK 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在这边 然后我们现在就进来了 它现在是把百叶窗都关掉了 所以就感觉有点暗 其实会可以开开百叶窗 开开百叶窗 这下面是用的 嗯 Looks good 它调高还是很高的 这样的尖顶的调高 低挞的护力也非常好 很吸引 好 哦呀 OK 你不要 没关系 OK 这是厨房 厨房虽然没有分心 但维护得不错 我们看一下细节 这个页客现在住的这个样子 它东西好像少 在家里面会叫你 然后我会打电话 看来看如果是可以 如果是可以证明 如果是可以证明 我们可以证明 可以证明 你会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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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 证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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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了 这是卧室 这就是 我们可以证明 这个人是空姐 不太在这儿住 所以 那 很少有人住的感觉 记性 因为他老不到处飞 不太会回 然后呢 我们这边在 就是一个卧室 就是这样一个 1B1B的一个小框呢 像这边呢 就是一个小储藏间 像小储藏间 好了 桑子很小 很简单 就是这种感觉 具体信息会写在下面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停车场 像这种一个卧室的 这种小的apartment 它是在一个车位的 车位就在这边 是42号或者是43号 其中一个就是车位 车开出来的话 就是从那边 这个大门 全封闭的 对 这里一个大门出去 还有刚才那边 一个大门出去 然后这边这个apartment 就比较便宜 然后对面这个 特别新的这个 就比较贵了 从这边再过来 就是这个 小apartment 市区的洗衣房 就这种头臂洗衣的 基本上所有老板们都会有 这种头臂洗衣的地方 这边可以晕烫一下衣服 这边可以晕烫一下衣服 就像我看现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巡逻井 所以这个小区的感觉 一直还是很不错的 当然相对这个价位 这个位置 已经是很好的地方了 The Galleria 这种up town的地方很近 这种不错的地方 是这样的 这种不错的地方 这种不错的地方 这种不错的地方